又是這個傻佬J叔的東京之行 所以我們只是逛逛 其實華人社會的玩玩具經常有個誤解 就以為日本東街都是玩具店 很多威打戰隊玩具 很便宜很多 其實這個想法是有點錯的 其實跟香港一樣 可能只是某些集中的區 會有跳樓貨便宜一點 那當然是舉數 其實有些人問 在小店之類 沒有拍到別人 現在就在這個住宅區的一個玩具店 其實為什麼有時候這些東西會尋寶呢 其實如果你說一些大熱的商品 即是新番組那些 其實他們是賣建議零售家 即是一倍的日圓數 除非匯率真的偏差很大 否則隨時 你這樣買比香港更貴 還要加上你的運費 這麼大盒的東西 來到這些地方 當然是買一些冷滿和香港不騙的東西 這些 現在好像新做的威打 就在這裡買 唯一條數 不如回香港算吧 剛剛在這裡 找到這盒 星售戰隊 這隻 現在香港是什麼情況 我就真的不知道 因為 看不看它是3,300日圓 它還在賣 當年的建議零售價 這麼多年了 如果有時候這些所謂 東股懷舊品 在香港可能已經是炒起來了 有時候 在日本的小店買 還在賣 當年的建議零售價 相對好像很便宜 所以如果要買新番組 就在香港買 來到這些就找些冷滿騎的東西 當然 不要想著 會經常太大收穫 這些碰運器 這格 不知道在香港現在做多少 不過我真的純粹 來到 又順手 而且我都不會多買 希望有些朋友們不要誤解 以為日本人說有很多順手 其實有的 不過是方向性 你買在大陸熱門的東西 這邊有時候也不便宜 就是這麼多年來 一直被人問 這些問題 我都不知道應該怎麼解答 借這個機會一次解釋 現在這個算是Part2 我看一會 去到下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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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怎麼搞 我們不要拍到別人的樣子 在日本是 可以犯官非的 人家的樣子 其實拍到店門口 名字也可能有問題 這件事我們做遊客要注意 好了 大家坐下找店 開來玩 好 下一間 咦 咦 挺新鮮 還有一個 還有一個 蜘蛛仔 哦 是不是 灰塵 不要來 算了 好 下一集再見